什麼都在漲 明年的勞保費率也是 詳情交給周宥軒 好 現在不只是物價上漲了 就連勞保的保費 也要跟著調整了 我們可以看到 從明年1月1號開始 在勞工保險 普通事故的保險費率當中 是會從現行的11.5% 將要調升到了12% 所以我們特別細項來看一下 在一般單位的 平均投保薪資是35,071元 在調整之後 在雇主負擔的部分 會增加了122元 至於勞工負擔會增加36元 另外可以看到 其實明年開始 基本工資就會有調整 也就是會調升到了 26,400元 所以雇主負擔的部分 是會多出了92元 勞工負擔則是27元 所以換算下來 如果以全體的投保人數 一千零三十萬人來計算的話 每月的勞保保費 是會增收17.4元 億元 另外整個年度來看的話 就會增收了209億元 而勞保局這邊也說到了 將在這個十月二十五號以前 即發九月份的繳款單 同時相關的新制度 就會通涵通知投保的單位 至於如果是要看保險費的分擔金額表 以及保險費的試算功能的話 勞保局這邊是預估說最快是 在十一月下旬就能夠查詢 另外受到歐美升級 及大陸風控影響 又該注意什麼呢 好 台經院最新公佈了八月的製造業景氣燈號 是維持了黃藍燈 也就是景氣低迷的 因為這個信號值是達到了11點01分 這也是我們今年第六個達到了黃藍燈 而這其實是非常接近代表衰退的藍燈 分析幾項原因主要就是受到了歐美的強力升息影響之下 再加上大陸堅持要清零風控 所以年代導致全球的整體需求量來說 都是呈現比較衰弱的情形 特別我們信項看到 在紙漿以及紙製品當中 這個需求量還是減少的 所以是維持在黃藍燈 比較低迷的情形 以及化學類像是橡膠還有化學材料 受到這個國境油價還有去化庫存 導致這個價格是持續的下跌 所以整個進貨上來說都是趨於保守的 甚至是呈現衰退的藍燈 以及這個電子零組件 還是維持在黃藍燈 也就是比較沒有好轉的情況 不過特別可以注意到 在民生類的紡織業當中 它的高價品銷售卻是上升的 所以是從七月的黃藍燈 是有好轉到黃紅燈 最後我們再看到在交通運輸 以及零件業的部分 原本是以為說這個晶片荒 是會呈現好轉的 但是這個情況卻是不如預期 再加上這個原物料的價格 維持在高檔 所以在八月的時候 還是維持在比較低迷的黃藍燈 不管是疫情通膨 還是氣候都是緊緊牽動 整個市場的走向 而同樣面臨壓力的 還有韓國的泡菜製造商 供應短缺導致泡菜價飆漲 連韓國政府也決意出手相助 再請教佑璇 好 大家前往韓國 都會想到要吃泡菜 不過最近在韓國的 泡菜的供應量上面來說 是出現了問題 主要就是受到了 氣候變遷的影響 高溫以及暴雨之下 導致在當地的白菜供應量 是呈現了嚴重短缺的狀況 再加上大陸的競爭 其實也讓當地的業者 倍感壓力 主要就是大陸的這個價格 大約是只有當地的三分之一而已 而且在過去二十年 他們在泡菜 在當地的佔比來說 是上升到了百分之四十 所以現在韓國政府 他們也要動起來了 要想辦法擬定建造兩座大型的 白菜儲藏設備計畫 主要選定在淮山郡 還有海南郡 每座的佔地 是達到了九千九百平方公尺 這其實總面積就相當於是 三座的足球場 如此一來就可以存放 一萬公噸的白菜 而且平均每天可以醃製五十公噸 但是這樣子就要花下了五百八十億的韓元 換算下來大約是會是新臺幣十二億八千六百萬元 預計是會在二零二五年的時候完工 請支持TVBS國際Plus全新頻道 讓您擴大視野掌握趨勢接軌全世界 更請訂閱開啟小鈴鐺